等了整整13個月 真的是很扯 一飽時節還久欸 不到300萬 就能入主B&W的主力電動轎跑車 想要擺脫他以往 內裝很落塞的這件事情 他的頭都甩掉了 到底在擺他一下 頭都浮起來了 這台車剛交車不到一個禮拜 從去年的3月下訂 今年的1月交出選配 直到4月份才交車 等了整整13個月 比飽時節還久欸 真的是很扯 這車主一交車就把車子交給我們 讓我們來幫他美容好好的鍍膜保護一下 尤其是他選的這個布魯克林輝 也就是B&W的水泥輝 看起來是非常的帥氣 這兩天我們也完成鍍膜所有流程了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就是亮到靠北 保證你開出去就是整條路上 最秋最沖的那一台 這台車會等那麼久 是因為他非常的搶手 等了13個月你敢想像嗎 我從來沒有想過B&W可以等這麼久 但是他的首批優惠價格真的是很香 這台車當初的空車價只要250萬 然後他還有做出一些選配 像是他特別選的這個天窗 這天窗是7萬6千塊 如果你對於天窗有需求的人來說 這也算是一種必選項目 然後我們看到他前面水箱護照 也特別選這個亮黑水箱護照 如果你沒有花這個1萬1去選他的話 他可能就會有藍色的外框 這是見人見智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這個車主他是有花1萬1去做選購 還特別選了HK音響 當初的選配價格是3萬3千塊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選的一個選配 因為電動車他非常安靜 所以音響的品質呢就非常重要 如果你這時候還是用高傳真音響 你開在路上你就覺得 哇操這音響好爛喔 這台車呢還特別選配了 Racing Package這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呢其實是原廠他 強迫你選的 你不可以不選 他的售價是22萬8千 但是因為原廠強迫你選 他強不X你嘛 所以他給你14萬的優惠 但這個優惠呢 只有在首批車主才有 現在的選配價格是17萬 但是這個套件也是非常的划算 因為他的內容物非常的豐富 首先是我們的輪圈呢 升級成18吋的M型的輪圈 卡鉗呢也升級成我們的M卡 然後是藍色的 然後我們的底盤呢 也新增了跑車化的懸吊系統 我們前後保管呢 也升級成新的M的空力套件 我們的內部方向盤呢 也升級成M型的方向盤 我們的內裝呢 也變成了黑色的車內頂棚 加上一些內裝的飾板跟窗框的改變 都是這個選配包含在內 所以說14萬是非常超值的 這整台車全部加總起來呢 就是276萬 不到300萬 就能入主BMW的主力電動轎跑車 但你已經買不到了 現在你把這些東西全部選出來 絕對超過300萬 好啦今天車主特別把車借給我們 我們來好好的體驗一下 BMW的電動車到底做的如何 以前開過奧迪的E-Tron 保時捷的TICON 今天我們就來體驗看看 三大豪車一品牌的BMW的電動車 會帶給我們怎麼樣的駕駛感受 那我們順便去原廠來體驗一下 我們BMW的超充充電體驗吧 GO 好那我們現在呢 就前往BMW原廠來進行這個超充體驗 那一坐進來這台iPhone呢 整個駕駛艙的體驗跟布局 跟傳統的BMW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最大的差別就是 前面多了這個曲面式的螢幕 是12.3和14.9的兩個螢幕 所拼售起來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兩個大小孩不一樣 其實看起來像是一樣的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BMW很認真的 想要擺脫它以往 內裝很烙賽的這件事情 那這也跟我原本的143的那個布局很像 就是長條型的螢幕 然後整合所有資訊在上面 我想這也是未來電動車 都會有的布局模式 電動車它的馬力跟扭力很強大 你的那個電門啊 你的右腳只要點一下 點一下 就會整個車就是 頭都浮起來了 那因為這是別人的新車 所以我們不要給人家開發力的去測試 它開不到300公里 但是稍微這樣點一下你就會知道 哇這個扭力是源源不絕 那這個方向盤呢 也跟原本喔 燃油車540的方向盤 其實也是大同小異啦 也沒什麼改變 那現在電動車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動能回收 這台車它的動能回收 也有蠻多地方可以設定的 只是它沒有像E-Tron有那個波片 讓你直接快速做調整 它是要進到這個系統裡面去做調整 我們現在把它設定到最弱的狀況呢 我們把電門放掉 它會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滑到永無止境的感覺 那我們把它設定到強的時候呢 你把電門一放掉 馬上就會有一個煞車 有一個動能回收非常強烈的效果 那這就看你個人的喜好去做調整了 如果你習慣 你想要使用所謂的單踏板模式 就是你只靠控制電門來 控制前進跟煞車 那你可以設定到最強 因為你把電門放掉 基本上就已經這樣快要煞停了 那當然有一個選擇是B&W工程師 幫大家去調整的一個叫做 主動式的動能回收這樣子的功能選項 根據原廠的說法是 它依據你駕駛者的習性 來調整這個動能回收的力度 來讓你保持在一個最舒適的駕駛模式 所以這些你都可以自己去嘗試 看看你最喜歡哪一種 那這次B&W 特別找了一個大師來調整 它的電動跑車的音效 你只要把車子調整到Sport模式 就可以聽到這個天籟般的宇宙飛船 那我們來測試看看 調整完之後開始踩下電門 你不能做聲音它才能收到 那鏡頭甩到不行耶 它的頭都甩掉了 快點再拍一下 攝影師心裡普遍 但口裡說不出 老闆因為太high了直接蓋掉聲音 這邊為各位展示真正i4的宇宙飛船聲 現在B&W的車都好帥耶 尤其是三系列的年輕人最愛 阿老闆咧 老闆也不見 要找一下老闆 這些車都太美了吧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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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體驗看看當總裁的感覺 你看這樣舒服耶這個 老闆你再不起來 我們就沒辦法繼續了 好我們現在到了B&W新裝的原廠 來體驗看看他們的超充 我們掃描完之後呢 上面就會看到我們的一些基本資訊 然後現在B&W的超充呢一度是12塊 插上去之後有一個卡榫的聲音 然後看到它的亮燈呢就是已經完成 然後我們手機再按一下開始充電 好那現在這邊就會顯示我們目前的充電的狀況 然後還有我們充電的時間 跟我們在B&W上德展示中心 好那根據B&W的原廠呢 它說4分鐘可以充100公里 所以我們今天來實測看看 4分鐘是不是能充到100公里這樣的續航力 那我們把GoPro加在車上 結果老闆聊得太開心 直接來不及路了 好我們車子呢也放在外面充電 那藉這個時間呢 我們也請阿翔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它是從以前328開到528 528開到430 430開到現在換了540 然後剛剛它還體驗了B&W最新的iPhone 那請它來分享一下 它開過這麼多B&W燃油車 現在開電動車它有什麼樣的感受 就是沒想到原來開電車 也有開燃油車的感受 感覺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讓你無痛轉移就對了 然後也沒有想像中會有人說電池太重 車跑不動的問題 因為它的馬力扭力比較大 對阿比較強 然後開起來的順暢度跟操控性都很好 那未來你會想要換B&W電動車嗎 如果有出5系列的電動車我會考慮 因為空間容量會比較大 因為你需要比較大的空間 好那如果未來B&W5系列 一樣像7系列一樣有推出所謂的i5 那你會考慮嗎 我會考慮 因為容量一定會比4系列還要大 就車子的整體外觀跟內裝的乘坐 空間會比較好 所以你現在開5系的 叫你去開4系可能覺得空間太小 對我也覺得太急 所以i5出來就買下去 可以拚一波二 i5出來我們預估它可能會在350萬起步 希望是400萬以內 400萬以內就直接給它買下去了 對 好我們今天特別感謝翁經理幫我們準備 這麼多吃的 然後還幫我們安排今天的拍攝 那其實今天開的這台i4呢 還有我們家的X6 跟我們生活周遭 有任何朋友想要買B&W 我們一路都推薦給翁經理 因為翁經理曾經是 連續15年台灣B&W的銷售冠軍 所以如果未來你對於B&W 你有想要了解 你想要來看車 歡迎來台北的上德來找翁經理 好我們今天再特別感謝翁經理 謝謝 謝謝 好我們今天呢體驗到了i4 也感受到B&W 它在電動車的布局上面是非常用心 尤其是它的iX1 現場也是沒有任何的展示車可以看 因為賣太行爆單 因為222萬這個級距 太多了 想要來入手這個豪華車B&W的品牌 所以B&W在電動車的布局 我覺得 相較於其他品牌 它的價格其實是 滿有優勢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來入手電動車的話 不妨到B&W的展示間來看看 B&W的電動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追蹤 訂閱分享 聲音追蹤 全部都做起來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老闆你怎麼又在看別台車 這iX很香耶 這是B&W 全新為了電動車打造的一輛車耶 你看它整個車子外觀雖然沒有很大 可是其實裡面很大 它整個開門都很有那種 電動車的那種未來感 太亮了 你看這個iX這整個內裝 這整個完完全全就是電動車該有的樣子 然後這麼香的一台車子賣你336萬 超級超級香的 然後續航力420公里 這就是說你家裡能裝充電裝的話 很棒的一個選擇 然後你看它車身大量採用這種 司法勒自己的手段 然後各種裝置的點綴 完完全打破你以往覺得 B&W的內裝很落賽的那種 就有的觀念 我覺得這台車真的不錯 而且336真的很香